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安排香根地區二日旅遊行程 例如搭乘香根空中纜車到大永谷欣賞窗闊景觀 在湖上搭乘海賊船到香根神社看水中鳥居 搭乘香根登山電車到香根湯本站逛溫泉街吃小吃 還會介紹票券可使用的設施優惠 例如免費到強羅公園賞花散步 到香根雕刻美術館享受門票優惠 欣賞各種雕刻藝術作品 影片的結尾會再次介紹香根連艙桌遊券 以及我個人的心得與行程安排建議 記得看到影片最後喔 這張由小田急電鐵發行的香根連艙三日桌遊券 包含的範圍有新宿向西延伸出去的小田急線 以及香根地區與江之島連艙地區的部分交通工具 所以如果你跟我一樣是由東京市區出發的話 新宿站是小田急線的首站 使用這張票券時必須全程走人工通道出示給商務員看 第一天的行程主要到香根地區的大永谷以及盧之湖 所以首先先從西宿站搭乘小田急線 一路直達小田原站 接著在小田原站轉搭香根登山電車前往強羅站 抵達強羅站後再轉搭香根登山纜車到早林山站 下登山纜車後跟著標示來到香根空中纜車月台 我們要從早雲山站搭乘香根空中纜車到大永谷站 當然前面所說明的新宿到香根以及空中纜車 所有的交通工具都是包含在香根連艙桌遊圈內的 強烈推薦來到香根一定要坐纜車 因為在纜車中能夠俯瞰大永谷火山谷的奇妙地景 後方清脆的山卵和硫磺噴口附近寸草不生的景象 形成了強烈的對比 一出染車站後就能看見壯闊的大永谷特殊景觀 這樣的地景是源於約3000年前火山爆發所形成的 火山谷上有好幾處硫磺噴口 不停地向外冒出熱騰騰的蒸氣 騰雲駕舞的攬車 不過要注意因為大永谷的標高是1044公尺 初秋到訪時非常非常冷且風很大 怕冷的人記得多戴件外套 在大永谷站旁有一間大永谷黑蛋館 販售餐點和紀念品 大永谷明屋黑蛋四個一組是500日幣 台幣115 使用硫磺泉水煮熟的雞蛋 以硬化學作用鵝邊黑的蛋殼為特色 據說吃一顆可以延售七年 日本人真的很會做生意 蛋殼聞起來有微微的硫磺味 不過雞蛋吃起來跟我用點國煮的差不多 除了黑蛋以外 還有販售各種做成黑蛋造型的伴手禮 接著我們繼續搭乘香跟空中攬車 從大永谷站到桃園台站 前往下一個景點 爐之湖 這段攬車費用也是包含在上個年艙桌偶圈內的 在桃園台站下纜車後 跟著人群走 騎士像跟海賊觀光船的運動 因為要前往香跟神社 所以必須從桃園台港 坐船到原香跟港 海賊觀光船的費用 也包含在香跟蓮倉桌偶圈內 近看海賊船真的好華麗啊 好像從動畫跳脫到現實中的感覺 而且歐美旅客意外的超多 幾乎被包圍了 我們搭乘的是這班 2019年首行的女王爐之虎號 對面停靠的是勝利號 風格造型不太一樣 接著來看女王爐之虎號的內部裝潢 走的是復古華麗的風格 營造出金光閃閃的感覺 船內設有電梯 船艙內可容納很多人 運行時船身相當平穩 容易暈船者也不必擔心 航行途中會經過水中鳥居 航行途中會經過水中鳥居 甚至還可以看見富士山 而且當富士山一出現時 船艙內大騷動 船艙內大騷動 船艙內 engine 主機不 covert industry 工作命時 名層中透出的陽光 映照在佛光伶伶的 魯之虎湖湖面上 真的好美 鉤像摆麩 朱尾 在港口對面有一間三層樓的Packery and Table景觀餐廳 一樓外面提供煮湯柱尾 一樓是麵包店 二樓是咖啡廳 三樓是餐廳 正對著爐枝湖 繪製非常優越 二樓的咖啡廳低消是一人一杯飲品 從圓鄉根港步行約14分鐘可抵達鄉根神社 踏進鄉根神社後彷彿又進入了另一個日本神話世界 往昔的巨大樹林遮蔽了陽光 更有幽靜的氛圍 所見之處皆是爬滿綠色青苔的巨大樹木 以及神社的長夜燈 鄉根神社至今已有1200多年的歷史 而兩旁聖立的山木也有600年以上的歷史 鄉根神社供奉的是鄉根大神 來此可祈求開運除惡 實現心願 交通安全 結緣等 最受歡迎的是神社內位於盧之湖湖中的巨大鳥居 雖然在鳥居中央有一塊空地 可以站在那裡合照 不過排隊人潮非常驚人 看起來至少需要等待一小時以上 旁邊的橋看起來非常有生意少女的故事氛圍 陰墨在湖水中疑似軌道的道路 更加深了這種感覺 鄉根地區的景色真的很漂亮 難怪一直以來都是日本人的旅遊聖地之一 要回到新宿的話 直接從桃園台港巴士站 坐鄉根登山巴士到小田園站 再轉搭電車小田極限 直達新宿就可以了 既然使用鄉根連艙三日坐卻來旅行 目的就是為了幫助我們省錢 那我們就來算算看 如果照這樣的行程走的話 第一天可以省下多少錢呢 首先這張票券的原價是7520日幣 台幣1729 這一天搭乘了小田極限 新宿到小田園站來回 套價總共是1802日幣 台幣414 接著搭乘了鄉根登山電車 小田園站到強羅站 770日幣 台幣177 還搭乘了鄉根登山纜車 強羅站到早雲山站 價格是430日幣 台幣98 還搭乘了鄉根空中纜車 從早雲山站到大雄谷站 再從大雄谷站到桃園台站 總共是3000日幣 台幣690 接著搭乘了鄉根海賊船 桃園台港到原鄉根港 費用是1200日幣 台幣276 還搭乘了鄉根登山巴士 從原鄉根港到小田園站 費用是1340日幣 台幣308 也就是說光是這一天的交通費原價 就要價8542日幣 台幣1964 直接超越這張票券的原本售價 7520日幣 把這張票券一天內就搭回本 不過也由此可見 鄉根地區的交通費用是比較高昂的 尤其是空中纜車 海賊船和登山巴士的費用都不太便宜 第二天的鄉根行程主要到鄉根湯本逛逛 還要到強羅公園和鄉根雕刻森林美術館 從新宿前往鄉根湯本站的方式 基本上和第一天一樣 先搭乘小田極限到小田園站 接著再轉搭鄉根登山電車到鄉根湯本站 車站前的街道就是溫泉商店街了 從車站出來後可以看見一條繡球花橋 看起來真的很像水里少女中有屋前的橋 因為真的有日本人在橋上Course無臉男 假日的鄉根真的超級熱鬧 尤其溫泉街這邊有飯店接駁車站 和各個巴士路線 所以人潮眾多 道路非常的擁擠 接下來要介紹幾間商店街上的人氣店家 第一間是龍屋青翅廊雜魚飯店 第一間是龍屋青翅廊雜魚飯店 我超喜歡日本的雜魚飯 鮮嫩多汁又帶點Q度 味道鮮美 人氣第一的是洋蔥口味 350日幣 台幣80 洋蔥很大塊且口感很軟 滋味鮮甜相當好吃 東進限定的螃蟹口味 400日幣 台幣92 龍屋青翅廊的雜魚板份量都還蠻大的 很有飽足感 魚板店龐市半手禮商店 買了一瓶香跟竹筆茶 順口不苦澀 第二間店是香跟湯本商店街上 非常熱門的伴手禮店 招牌是各種口味的麵包餅乾 一盒大約是五六百日幣 份量不算多稍微有點小貴 不過店家有提供試吃可以自己家取 試吃的份量給的很大發 不用擔心買到自己不喜歡的口味 除了麵包餅乾外 附近還有另外一間分麵 販售起司塔 第三間要介紹的是 70年和果子店鋪 湯瑪薯 曾經入選五年的 Tabelloku百名店 超級厲害 和果子的造型很別緻 重點是價錢都還蠻平價的 從排隊人潮就可以看出 是非常人氣的店家 招牌和果子湯瑪薯很快就會完壽 想購買的話就不能太晚來 除了和果子店鋪外 旁邊還有一間露天的茶屋 還有一間可以品嘗茶水與和果子 套餐組合的餐廳 不過裡面位置不多 假日後我也需要等蠻久的 湯瑪薯吃起來很像瑪薯 與棉花糖結合在一起 非常的柔軟 第一次吃到這麼特殊的口感 其實像跟湯本商店街的長度不長 後段大多是溫泉旅館 在溫泉商店街上 隨處可見潺潺流出的溫熱泉水 隨處可見潺潺流出的溫熱泉水 第四間要介紹的是 溫泉饅頭專賣點菜之花 除了招牌溫泉饅頭以外 還有販售其他點心 餅頭有豆沙餡和黑芝麻餡口味 一個120日幣 台幣27 尺寸不大 不過品嘗起來皮薄餡多 離開溫泉商店街後 我們繼續搭乘箱跟登山電車 前往長羅站 下車後 步行約8分鐘 即可到達強羅公園 門票原價是500日幣 台幣115 不過出示箱跟連倉桌偶券的話 即可免費入園 強羅公園是一個 已經開業超過100年的 日本最古老法式整形廳園 據說一整年幾乎都可以在強羅公園 強羅公園中 欣賞到美麗的花朵 首先來到的是熱帶植物館 在公園的中央 有一個大型噴水池 四周還擺放了椅子 可以切移的在公園中做個新小風景 讓人不經連想到法國的獨樂里花園 除了花圍植物外 原來還有各式各樣的餐廳 咖啡廳 以及手作工坊等等 公園內的遊客不是很多 且環境整理得乾淨漂亮 雖然稍微有點年代感 但依然很值得前來 接著來到的是 人區內最受歡迎的玫瑰花園 玫瑰園最佳的賞花時間是五六月 以及十十一月 大約有1000株的玫瑰盛開 鎖啡廳 離開強羅公園後 回到強羅站 搭乘香根登山電車 前往雕刻資深展 美術館的門票價格是1600日幣 台幣368 不過出示香根連倉桌偶券 可以有千免200日幣的優惠 一走進美術館 做備遼闊的草地 以及後方修例的山巒震撼 整體環境可以說是非常的優美 整齊、乾淨 再加上位居山中 所以空氣十分的清新 美術館的庭園面積 足足有7萬平方公尺 成略約120件的雕刻家藝術作品 而香根雕刻森林美術館總共有三大特色 第一點是可以近距離欣賞雕刻藝術作品 在開放空間裡散步 偏從不同的角度欣賞 更能清楚地感受到每件作品不同的藝術性 第二個特色是能感受四季的自然風光 在美術館內 花、樹木、陽光 都被視為為雕刻藝術增色的元素 而隨著季節的輪體 這些元素又有了不一樣的變化 所以四季前來都能體會不同的美感 而我在逛美術館時最大的感受 也是這裡非常的貼近大自然 初秋為黃的綠枝 涼爽的風 再加上漂亮的自然光線 映照在這些藝術作品上 都使得這些作品更加有生命力 而第三個特色 就是個個魅力十足的雕塑作品 其實我一般很少接觸到雕刻作品 所以本來還有點擔心會不會覺得太堅塞 但實際欣賞後會發現 每個作品都很有魅力 讓人看得津津有味 一點都不無聊 除了室外展區外 還有一些館內展覽可以參觀 例如畢卡索館內的常設展覽 還有不定期更換主題的藝術大廳 更有趣的是 美術館當中有許多作品 是可互動式的 這是一個可以透過地下小房間的洞 來觀察天空的作品 不過害怕又避空間的人還是不要下來比較好 因為不開手電筒的話 裡面完全是漆黑一片且非常狹窄 好處是出來後會有重見天日的感覺 帶小孩來玩的話 也完全不用擔心小孩會無聊 因為這裡有許多兒童體驗設施 網羅之聲 視線小學生以下遊玩的設施 感覺是真的很好玩 因為裡面的小孩 基本上都是已經玩風的狀態 還有旁邊的迷你迷宮也很有趣 迷宮不高 很適合小孩子探索 不過像我這種方向感不好的 一走進迷宮就完全迷失方向了 後來是偷偷跟在其他日本人的後面 回到原本的入口 挑戰失敗 除了體驗設施外 還有一些空間是提供遊客坐著休息 或是跑跳活動 非常適合帶小孩來釋放精力 除了草地廣場外 美術館內還有一些很有原始森林感覺的區域 離到 muốn 準備你們要 Feliz 來 走起來很有冒險的感覺 去 走到 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接着要来介绍香根雕刻森林美术馆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 红韻交响雕塑 由彩色玻璃打造的红韻交响雕塑 名称意义为游光演奏的交响曲 雕塑内的光线完全来自于透过彩色玻璃映照进来的太阳光 而五颜六色的彩色玻璃也在太阳光照中意义生辉 既光彩夺目又震撼人心 随着旋转楼梯爬上可看见描绘着四季的图案 仔细观察可以发现有超级多图案隐藏其中 既可爱又富有童趣 爬到红韻交响雕塑的顶端后 可依然香根群衫 不过要提醒穿短裙前来爬楼梯的时候要小心一点 非常容易有左光问题 在红韻交响雕塑旁 有餐厅可供修器 建筑物以大面积的超透明落地窗建成 可无障碍直接欣赏户外绿油油的展区 视野绝佳 更特别的是餐厅旁提供免费的香根温泉足汤 换完这么大面积的美术馆 刚好泡个足汤 耗劳一下自己辛苦的双脚 在美术馆中边泡足汤边欣赏雕刻艺术作品 真是我这辈子想都没有想过的体验 离开美术馆后 搭乘香根登山电车返回小天机站 再转小天机线即可回到新宿 接着我们来计算一下 使用香根连仓三日桌后券旅行 第二天的行程能够省下多少钱呢 首先是搭乘小田机线 从新宿来回小田园站 交通费是1802日比 台币414 接着是香根登山电车 小田园站到墙罗站 770日比 台币177 再继续搭乘香根登山电车 从墙罗站到雕刻支撑站 价格是160日比 台币36 从雕刻支撑站搭乘香根登山电车 返回小田园站 价格是770日比 台币177 另外在墙罗公园 使用香根连仓桌偶券 门票免费 省下了500日比 台币115 还有在雕刻森林美术馆 出示香根连仓桌偶券 可以减免200日比的门票 台币46 所以这一天的交通费原价总共是 3502日比 台币804 以及使用桌偶券 减免的涉事优惠总共是700日比 台币161 最后来总结一下 使用香根连仓3日桌偶券 在香根旅行这两天总共省下多少钱呢? 首先票券的售价是7520日比 台币1729 扣除第一天的交通费 8542日比 台币1964 接着再扣除第二天的交通费 加设施优惠 4207日比 台币965 最后我们这两天总共省下了 5229日比 台币1202 光是这两天就可以省下超过台币1000元的价格 而这张桌偶券总共可以使用连续3日 也就是说还有一天可以使用 这一天还可以到连仓江之岛地区游玩 省下更多的钱 最后要来介绍这张 由小天机电铁发行的香根连仓3日桌偶券 这张票券涵盖的范围包括 由新宿延伸出去的小天机线 以及香根连仓江之岛地区的部分交通 此票券可在3日内自由搭乘江之电铁 小天机线 以及在香根地区持此票券 可自由乘坐8种交通工具 包括香根登山电车 香根登山巴士 香根景点巡游巴士 香根登山缆车 香根空中缆车 香根海贼观光船 小天机高速巴士 以及东海巴士 部分交通工具有指定区间 除此之外 还能够享受香根连仓 江之岛地区多样的设施优惠 如果要购买的话 可以在官网购买电子版本票券 官网连接我放在资讯栏内 也可以在抵达日本后 到小天机旅游服务中心 购买资本票券 服务中心的详细地图 一样可在官网中查询 不过根据我的旅游经验 服务中心的柜台总是大牌长龙 所以你也可以像我一样 先在线上旅行社购买票券后 再到新宿西口小天机服务中心 门口有机台免排队自助换票 简单又快速 如何走到新宿西口小天机服务中心 以及使用自助换票机台的方式 都在之前发布过的 箱根连仓桌后券交通攻略影片中 影片连结已整理在资讯栏内 欢迎参考 使用方式的部分 如果是使用资本票券 这三天需全村走人工通道 或是出事给工作人员看 如果是使用电子票券 则是扫描QR Code或出事给工作人员 接着再次来总结影片中 从这两天的箱根行程 第一天先从新宿搭乘小天机线到小田园站 再转箱根登山电车到墙罗站 再转箱根登山缆车到早云山站 再乘坐空中缆车到大涌谷站 即可来到箱根大涌谷 看火山口景观以及吃温泉黑蛋 离开大涌谷后 继续搭乘缆车前往桃园台站 再搭乘箱根海贼船前往圆箱根港 下船后可在卢之湖周边散步 以及到箱根神社参拜 回程时再从圆箱根港巴士站 搭乘箱根登山巴士H线 回到小田园站 再转小田极线可回到新宿 不过我个人必须老实说 这一天虽然近期的使用了箱根连仓周后券 但是由于箱根地区距离东京市区较远 加上箱根登山电车 海贼船都是移动速度较慢的交通工具 所以第一天的行程会比较紧凑 且交通时间很长 如果想要节省时间的话 也可以加购1200日币的特快车票 从新宿搭乘拉曼特快号 直达箱根汤本站 第二天的交通一样从新宿站 搭乘小田极线到小田园站 再转箱根登山电车到箱根汤本站 出站后 即可在箱根汤本商店街吃吃喝喝 购买伴手礼 再搭乘箱根登山电车到墙罗站 平箱根连仓周后券 可免费入场箱根墙罗公园 接着再继续搭乘箱根登山染车到雕刻支撑站 平箱根连仓周后券 即可享用箱根雕刻森林美术馆 门票减免200日币的优惠 回程则是从雕刻支撑站 搭乘箱根登山电车返回小田园站 再转小田极线回到新宿站 以上是箱根二日行程的快速总结 虽然我也很想整理行程表给大家 不过由于部分交通工具班次常变动 以及平日假日班次不同 再加上像是空中缆车是没有固定时刻表的 所以只能告诉各位 我自己安排的箱根行程顺序 以及使用到的交通工具 如果使用周后券照这个行程走的话 优点是可以省下非常多的钱 搭乘到多项交通工具 当然可以踏足到的箱根景点也不少 不过缺点就是交通时间非常的长 且行程较感 如果体力好的话我会推荐这样走 但是如果带着长辈这样玩的话 我个人就不建议了 最好还是取舍景点的数量 或是加甲搭乘香根浪漫特快号 有经济能力的话 当然直接在香根住还是最方便的 虽然因为香根地区的交通费用很贵 所以这张票券在香根地区是最能发挥作用的 但这张票券还是有很多可安排的景点 例如连仓江之岛地区 可使用它自由搭乘江之电铁 详细行程介绍可参考这支影片 除此之外 所有券范围内的小田急线上 也有很多持得一访的景点 例如位于豪德寺站的招福猫寺庙 或是适合逛鼓桌、唱片店 以及来一场圣地区历的下杯责战 或是春天时 小田急线线也有很多响应秘境 例如升田站旁一整排的合金音 以上小田急线线经典的详细行程 可参考这支介绍影片 香根二日行程交通安排 以及香根连仓三日桌合圈的介绍到这边结束 拜拜